外国女子假观光 真卖颖的案件在台湾层出不穷 几千岁的韩国女子闹上媒体版面之后 一名阿尔巴尼亚籍的金法女姐 如法炮制 要到台湾靠了性交易来掏金 活着梦想不到一个礼拜 就被警方抓到 一头飘欲金法 外加一双白皙柔嫩的修长媒腿 连路人都忍不住回头多看几眼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金法美女 现身警局门口 全是因为她来台从事性交易 被警方宰个阵着 被警方带回警局 警法女子看似心情不错 还跟袁警有说有笑 上个月20号 她用观光名义来台 以一次九千元的代价 从事性交易 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 就被园警逮到 不只打出外籍正媒噱头 连马夫都还精心挑选 专用八年级的斯文美行男 两名男子分别为八十年次 以及八十一年次 两人是以一人驾车 于附近守候官方 另一人则负责带同 该名金法寻女子 前往接洽媒介社情 之前才有韩国妹来台 从事高档性交易 这回则是阿尔巴尼亚的金法妹 来台湾出卖皮肉钱 想大捞一笔 结果通通被抓到 这下观光赚钱两头空 还得被遣送回国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